現在家家戶戶都有自來水可以移用 相當方便 不過對於住在地勢較高的山區就可是非常麻煩 位在淡水的貝島里北六道路沿線 里長表示 這裡的居民長期都是飲用地下水 或者是飲附近的溪水來使用 因此從102年里長也開始向自來水公司爭取 但當時水公司表示 必須要有地點能夠設置200噸的蓄水池 才可以設置管線 因此里長也找到位在行中路 大存公司前方的這一塊空地 日前也邀請到了市府相關單位前來會看 要討論土地的波揚問題 那個淡金路邊跟中山北路邊 沿路路邊 大路邊才有水 才有出來的水 我一百空年就在生性 結果他說要一個蓄水池 要燉200噸的水 我找一找就知道這個 這個本來是說水利堆 不然我去跟水利會說 水利會說 繞了一個調查說那不是 那是國有財產繳的 由於這一塊地當處理長以為是農田水利會的用地 但一查才知道是國有財產署的地 因此若是要向國有財產署撥用 必須要由新北市的某一局處向國財署來申請 才可以將這一塊地讓自來水公司來埋設蓄水池 未登陸會脫隊啦 現在就像要麻煩市政府 我們是要農業糕還是要水利糕 我們到三天 他們去申請保養 再來要保好家的水公司 這樣才有這個水利在哪裡做 這個水利是我們水都沒有水的人吃啊 為了有自己求三大水來吃啊 為了吃古典水 但是古典水現在都 無量了啦 不吃啊 里長表示 由於在北島裡有上百戶的居民 沒有自來水可以用 若新北市政府能夠向郭參署來申請撥用土地 自來水公司就可以在眼前的這一塊空地 埋設蓄水池 不過五千多萬元的經費 必須要由一百多戶的居民來分攤 里長也希望政府能夠幫忙補助 讓居民順利的申請自來水 記者是端一旦水採訪報導 他最終集訪報導 水公司 水公司